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放心 我太了解佳人杰这个人了 还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好 这些我都知道了 好 拜拜 你跟着我干嘛 你是不是误会 我又不认识你 我跟着你干嘛 认识我认得你 你是江仁杰的老婆 到底想干嘛 放开我 你们到底想干嘛 放开我 走 快点 放开我 你们跟雷公是什么关系 你认识我哥 我还以为你会吓到呢 真可惜 是不是你哥叫你来的 江仁杰的钱都被他拿走了 你们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什么我哥叫我来的 我是他妹 我跟他平起平坐 再说 江仁杰欠我哥钱 但他欠我的 是其他东西 没办法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说 为什么跟踪我们 想知道我跟江仁杰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那你真的很喜欢他 对 我喜欢他 而且他现在有家了 不需要回到以前那种生活 所以可不可以拜托 你们高抬贵手放了他 以前那种生活 你真的不知道江仁杰 是什么货色 我告诉你 他从十几岁开始 就和我跟着我哥一起混 是我们集团里面 一等一的诈骗高手 而且他 尤其喜欢骗女人 像你追袭的 就是他会下手的对象 我了解现在的江仁杰 是什么样子一个人 也不用想要挑拨我们 了解 你以为我了解他吗 我告诉你 江仁杰现在对你那副 人出无害的样子 都是装出来的 都会留在你身边 也就是因为你有钱 没错了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江仁杰 没关系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谁才是对的 指定 我二姐还没有回来啊 还没啊 电话也不接 不知道要跑去哪里了 数不定是那种 要开很长很长会的那种工作 是有这可能啊 不过这会也开太久了吧 好 张老师 你 知不记得你二姐 大概什么时候出去 我哪知道 我一起來 你们两个就都不在了 该不会他去跟踪你了 这口是心非的女人 他跟踪我干嘛 你 那是你有事情瞒着我 说 就昨天我出去 就看到你跟一个女的走在一起 还很亲密 我就跑来跟我二姐讲 结果二姐就一副 我尸不关解我关解药的样子 结果自己还是在乎我的要命 偷偷跑出去跟踪 他一定想知道你跟那女人 有什么关系的 等一下 赵子 你说 看到一个女的跟我走在一起 对啊 张老师 你这种事情 怎么不早跟我说 你知道那女的很危险 什么啊 前女友 不是啊 我终于真的去找她 就完蛋了 她打了 老婆大人 你是不知道去哪里的 怎么电话也不接 我们很担心你 老婆 叫她好甜蜜 Alice 为什么会是你 Alice 你把状态怎么了 放心 她现在很好 不过她等一下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你说你不要乱来 我们两个是跟她无关 我没办法 她自己找上门的 她就好动手了 Alice 我们有话好好说 你不要障碍她 你可不可以让我听一看她的声音 让我确定她现在是平安的 江大姐 你不要快了 而且 张玥 张玥 喂 我二姐怎样 现在你们在演哪一出 你又已经被绑架了 绑架 我打电话 我报警 我自己来报警 我才会嗯 我才会报警 吧